在還沒有請出今天的嘉賓之前 先讓我們來看一段簡短的介紹視頻 快速掌握他的背景 沒有顯赫背景 來自馬來西亞雪蘭俄州 是耕莊務農家庭的拿渡潘建成 從小就跟著父親下田耕作 十九歲的時候 僅僅帶著大約十二萬臺幣 當時大約是一點二萬令吉 置身一人從馬來西亞到臺灣升學 一九九七年新竹交通大學 控制工程學系畢業 一九九九年獲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碩士 在學校的時候 因為這個經費自己要公讀 所以就必須要跟這個學校打工 然後跟老師做實驗 因為很多的這個因素 接觸到所謂的Fest Memory 這種技術 然後開始跟老師做研究 畢業後 老師創業 我們學生就自然變成是員工 之後因為公司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就被迫的就要離開 因為我們本身當然是外國人 就是一個所謂臺灣就叫外國勞工的身份 不得已我們就創業成立了群聯電子 在2000年的時候 那創業的時候 這個資本金只有新台幣3000萬 馬幣現在大概400多萬千萬 2000年的時候潘建成年僅26歲 從大學碩士畢業 不過大約一年的時間 便與武漢維 許智仁 楊俊勇和歐陽智光 聯合創辦了群聯電子 其實在當初是一個很辛苦的情況 沒有背景 然後沒有資源 沒有什麼工作經驗 然後沒有人脈 那我們過程中最重要就是在一年多裡面 開發了全球第一個USB隨身碟 我們叫Pandrive裡面的單晶片 因為這單晶片 群聯電子站穩腳步 那20年以來從開始的五個人 現在公司已經成長到2000多人 全球有將近快2000個工程師 規模從一開始的營業收入 大概是1億多台幣 馬幣大概就是2000萬左右 我們今年基本上上半年的業績 已經超過了美金10億了 群聯從提供全球首顆單晶片 USB快閃記憶體隨身碟控制晶片起家 目前已經成為USB隨身碟 SDT卡 EMMC UFS PETA CETA 與PCIE固態磁碟等 控制晶片領域的領頭者 多年來的默默耕耘 終為他帶來了豐碩的果實 他努力為自己爭氣 也為馬來西亞華人子弟在全球舞台爭氣 他沒有父爸爸 但誠如他在演講中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只要有夢想 路就不會太遠 話不多說 我們這就請出今天的嘉賓 拿到潘建成 潘董 您好 歡迎你做客 我們財經14行 潘董 您好 很高興可以參與這個節目 我們可能節目先開始 先來讓我們的這個觀眾朋友了解一下 什麼是半導體 然後尤其是說晶片這回事情 這個小小的東西 在這個半導體 其實扮演是什麼樣的這個角色 基本上我們已經走到 所謂一個數位化的世界 各位今天生活便利打比方 你打手機 你用電腦 你這個上網的視頻 你到Cloud 這些都是所謂的電子的一個 IC所帶來的便利 但是根據不同的應用 不同的會產生出不同的IC 打比方TESTA裡面 一輛汽車裡面 它有必須要負責計算的 負責感應的 負責存存的 負責等等各種各樣不同 所以它設計的領域跟製造領域 是完全不一樣的 統稱叫做半導體 但是它的設計範圍跟材料範圍 都不太一樣 所以並不能說 半導體就是一樣的東西 半導體它是一個統稱 那裡面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應用 那需要很多很多人 去做這方面的測試跟設計 它是一個難度非常高的生意 去年電子我們只做一種應用 就是Flash Memory 產生出一個叫做Storage的應用 今天舉辦你用到的 不管是數位相機、手機、電腦、汽車 甚至美國NASA 打到火星上面的偵測車叫做EV號 裡面也用了我們做的SSD 所以我們只是做跟儲存有關係的IC設計 去年本身我們不做工廠 我們做設計 我們發包給別人去做工廠生產 我們把產品拿回來之後 我們把它組成各種各樣的應用 再銷售到全球各個領域去用 所以領域是很廣 我們只做跟儲存有關係的應用 是 那我們知道在 現在我們在談晶片 哪怕是我們平時不留意 關於這個半導體行業的 這個觀眾朋友可能都會知道 我們現在有晶片短缺這個問題 所以能夠就因為你作為這個業者 那麼在整個晶片領域的領先者 能夠和我們談一談 其實晶片短缺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 其實基本上晶片的短缺 是從2020年的第三季度開始發生的 往後看我們認為到2023年 都不一定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短缺問題看起來 未來兩年時間很困難去解決 最主要的原因是 你要去蓋一個半導體的製造廠 你要用很多很多錢去做這個投資 在過去10年裡面 舉房鋼鐵也漲價 土地也漲價 設備也漲價 可是你們沒有注意到 電子產品在過去我們的記憶裡面 都是一直在降價的 你去年買的東西 跟今天買是比較便宜的 那這邊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矛盾 就是投資進去的金額越大 可是產品要求的一個很便宜 這就造成投資者 他不願意繼續再去擴大 他投資的規模 那另外一個所謂的一個缺貨 最主要就是 攻擊沒有快速的增加 但是需求快速的增加 那我們就要去探討需求怎麼來的 兩個原因 5G從今年開始 5G刺激了很多新的IC的需求 第二 IoT Tesla也是一個IoT 他們產生很多以前不存在的需求 所以造成攻擊跟不上 就產生了缺貨 好 明白 謝謝潘董你的分享 我們這裡先暫時打住 進一段廣告 我們稍微回來我們繼續聊 謝謝 是的 過去一年來受疫情影響 全球多個國家都實施了封關鎖國 加上居家辦公大事 推高了電子產品的需求量 那麼這個時候 全球卻鬧起了晶片荒 那麼半導體領域業者 又該如何應對這一波全球化的晶片供應需求 有失衡的問題 別走開 我們下一節回來 《財經十四行》告訴你 然後就在那邊 然後就把福祉的板子上接夠了 還不知道 小月的抵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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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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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少晶片 电子产品 汽车 家电样样出货缓慢 人们的生活大受影响 马来西亚半导体工业协会代表 邝瑞强指出 疫情久久未散 今年台湾 日本和美国等重症 又相继爆发天灾 加上前几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 许多中国业者囤积晶片 给整个半导体产业落下了严重病根 尽管中美两强目前已经是暂时熄火了 可是市场仍然密切关注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高科技管制保持谨慎 在供应链方面我们面对了一个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 我们叫做完美风暴 Pofect Storm 结果一下子来的一个经济制裁 华为本身就开始恐慌地去 寄存那些晶片 大概我以前在BroadCon的时候 也看到这个情形 所以大概寄了两三年的晶片 如果没有错的话 那它对整个供应链就有一些影响 就把它弄得紧张 然后其他中国的晶片买家 看到这种情形 也担心说 这个贸易战会不会再扩大 所以本身也加上 做了双重或者三倍的预定 这样更加强了整个供应链的紧张 天灾贸易战等各种因素偶然交汇 恰好形成了一股完美风暴 给半导体产业的前进带来了阻力 而我国身为半导体封测重镇 也因为疫情不断升温 冲击了整体产业链的运作 目前我国在全球封测产业的市占 达13% 然后大约7%的全球半导体贸易 流金大马 在大马境内工厂进行加工 或者在运输前与其他部件组装 邝瑞强表示 马来西亚除了是半导体的封测专家 在上游晶片设计方面也颇有经验 如果你看回马来西亚这个半导体行业的历史 我们早在1972年就开始有这个电子行业了 那时候Intel AMD NI都来了马来西亚设厂 那时候他们还是小公司 然后就跟着这50年里面 他们慢慢地扩张 慢慢地就变大 然后我们马来西亚在这方面也跟着它慢慢变大 变更深厚 技术也更深厚 所以过了50年过后 除了测试封装方面的技术 其实马来西亚在电子IC设计方面 芯片设计方面也有挺深厚的功力 由于疫情加速各大企业实践自动化 也带动居家工作学习和电子产品使用量 邝瑞强看好全球对晶片的需求只会继续增加 他也估计半导体行业总产值 每年将以20%持续成长 只是因为疫情关系 2021年到2022年的半导体总产值 估计将有所放缓 大约只会增加一成 好 回来了 好 你知道我们在谈这个 这个半导体的生产链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其实半导体的生产链 它是其中一个最全球化 然后最分散化的一个行业 但是哪怕是这样 但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它有出现一种区域性集中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怎么说呢 IC的这个设计 一半以上都在美国进行 那么我们再谈到这个金源产能 或者是这个封测的这个产能 有七八十巴仙都在东亚的国家 中国 日本 台湾 韩国 所以才会出现早前 当台湾比如说出现风灾 这个天灾的时候 那么就整个的这个半导体的生产链 都受到影响 所以它其实这样子的一种 晶片生产链的分布 更多集中在特定的这个区域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种风险吗 还是你觉得那本来 更多是一种历史上的一种发展 必然成为的一种发展 然后反而是一种契机 我个人认为呢 设计大部分其中在美国 后来呢 有了日本 台湾 韩国跟中国 大概不外乎这几个地方 这个国家 它有它存在必然的一个条件 就是它是一个高等的交易普及 政府有重视 然后呢 有政策 然后它有涵盖了它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讲到制造的部分呢 其实各位没有发现到 半导体的制造最开始发源于欧洲跟美国 可是经过几十年变化呢 它非常高密度集中在台湾 韩国 过去有日本 日本现在减少比较多 然后中欧大陆起得很快 那这必然存在的就是一个 存在的高等交易 还有很重要的是 距离 因为在制造上面呢 老实说它必须要遵守很高规格的距离 才能够把生产的效率 两率成本把它做好 那半导体的制造 现在不外乎这几个国家 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都是跟过去汉学有关系的 都是中国的文化所宣造出来的 美国欧洲现在呢 要积极地去搞它这半导体制造 其实它有它存在的难度 是因为教育虽然普及 可是人民比较自我 团队的精神会比较少 所以我也存在一个纳闷 就是他们未来如果集中去发展的话 真的有办法跟亚洲这几个国家的产业来竞争吗 这是一个问题 那我就想把这个课题拉回来 我们刚才谈的这个晶片短缺的这个问题 那么整个业界在面对到这个晶片短缺 刚刚你也提到说 它不会是马上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大概还要拖一个两三年 这样的情况底下 其实业界有怎么样的一种应对的方式 你要解决所谓的攻击不足不外乎两个方法 一个快速的去增加攻击 不然让需求要下来 那要增加快速攻击不切实际 因为你知道设备要时间吗 要盖场还要时间 现在设备也缺材料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攻击下来 攻击怎么会下来呢 就是涨价 价格涨得很高 需求自然的就会下来 打比方苹果新的手机 一直要卖到很多很多钱的时候 就不一定每个人去买 它需求自然的就会下来 这是一个经济学里面的 所谓攻击跟需求的理论 那这个晶片短缺 因为现在刚才你提到说 它其实不同的行业所需的晶片也不同 那我们再谈这个晶片短缺 对整个不同业界的影响 不同产业的影响 其实依你的观察 哪一个产业受到的影响最大 你要分不同的时段 从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3月 是通通都被影响 大家都被影响 所以在那时候 因为汽车的产值很高 汽车也在很多先进国家 它有工会 它有选票 形成政治压力 所以变成国家来要求 私人企业优先攻击给汽车产业 所以汽车产业的IC是逐渐的疏减 反而是消费类的部分 因为没有政治的能力 所以消费类现在一大部分 手机我们还是在处于缺货的情况 好 谢谢潘斗您的分享 我们又要再暂时先打住 这一段广告稍回来 我们继续聊 比较起美国 韩国 台湾 中国 日本和欧盟等国家 马来西亚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贡献 或许并不显著 可是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怎么说呢 那么这一次晶片的短缺危机 大马作为封装测试的重症之一 在全球半导体封测市场中 就占了13%的市场份额 所以疫情恶化 导致大马晶片厂减产 多多少少都给全球半导体产业链 带来了冲击 稍微回来我们来探讨 大马半导体产业 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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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潘董依然在线上 是的 潘董 来我们这一个环节 我们来谈一谈马来西亚 你怎么看马来西亚在 这整个半导体生产链的位置 跟这个角色 刚才我特别 把半导体做了几个大的分类 有设计 制造跟封装测试 看起来马来西亚 主要的着眼点 还是在封装跟测试 历史渊源就是过去 很多IDM公司 他们把因为封装测试的产值 在过去是比较低的 他们就以往 希望成本可以降低 但是又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地方 所以马来西亚就承接了 这几十年以来的封装测试 的产业的发展 那我们每次在谈马来西亚的产业都觉得说 怎么就是 就只能够做这个下游的工作 虽然说在封装测试 我们占有这个13%的市场额 但是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往上游 尤其是在比如说 所谓的IDM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就是那一种整合元件 制造商就什么都干的 甚至说像全联干的设计 其实马来西亚有这样子的一个潜能吗 IC设计 IC的测试跟工装 其实它需要的是大量的劳工 如果你走到IC的制造 还有IC的设计 你需要大量的工程师 来做这个工作 那你要取得工程师 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高等交易 是不是有普及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在IC设计 以及制造的地方 不外乎就是美国 台湾 韩国跟中国 这几个地方 共同的一个特征 就是高等交易 非常的一个普及 有一个一贯性的 交易的这个政策 那在马来西亚 如果我们要往所谓 设计跟制造的方向来走的话 那第一个要解决的 还是交易最根本的问题 但是教育的问题 又变成是 教育的问题 又变成是政治的问题 所以我就没法去comment 是 因为我们才记得说 潘总 就是前年 曾经在槟城 也设这个 我们这个IC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lab 就是一个实验室 那么后来 可能出现的 面对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在马来西亚 我们虽然说也受这个 当然是这个 东方文化的影响 但我们现在谈的更多 是work life balance 对吧 所以大家可能时间上下班 要准时不想加班 然后还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哪怕我们 找到的这个工程师 那么他有很大 他可能就是出色的 到最后因为工资的问题 然后就可能被 被新加坡 比如说给挖了过去 所以这一趟 我在想着说 群联有没有这个意思 那么再度回来马来西亚 然后可能再大展拳脚 然后以吸取过往的 这个经验 看看然后如何 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整个晶片 这个生产链当中 然后再做出 另外不同的事业 确实我们在那边 待了五到六年的时间 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把 在台湾训练好的工程师 马来西亚 提送了一些冰城 发生最现实的就是 五六点 他们就离开办公室 我就很纳闷 你在台湾 可以待到九点 十点 为什么你回去那边 五六点就要 就离开办公室 他说 没有人离开办公室 就他一个人 他能做什么事呢 所以这个没有氛围 第二 我们也培养了 很多local的工程师 两年三年四年之后呢 就到新加坡去了 为什么 因为新币是 马币的二点多倍 那对他们呢 他们可以改善生活 所以就去了新加坡 所以我们确实感受到 如果我们持续在马来西亚 做IC设计的这个发展 理论上不会取得成绩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改变政策 我们呢 的政策就是 从马来西亚 招募大学的毕业生 带到台湾来 我希望一年 有一百个 两百个人 应该带来台湾 我们在台湾 training他们 他们在台湾 愿意留下来 就留下来 若干年之后要回去 我希望不是一个人回去 是一群人回去 如果这样子的话 才有可能在未来 有机会成功在马来西亚 把IC设计这个领域 把它做起来 那我们知道说 像刚才提到 潘董 你自己本身也提到说 就是 虽然好的这个工程师 他就有可能就是会被挖脚 就是被带到其他国家去 那他当然其中设计到 是什么问题 就是潘董 你也提到的 关于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政策 但如果我还要再谈的更多 就是他也涉及到 这个税务的减免 税务的这个政策 可能也包括土地的这个政策 包括说如何吸引这个外国人才 这种关于移民的这个政策 所以我们在谈现在 当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谈说 那么多个国家都竞争着 要如何在个别的国家 国内就是成立这个 就是发展这个半导体行业 你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府 能够做得更多的有哪一点 其实一个政策 我想讲政策 每一个从政者都可以讲的头头是到 但是政策要执行 不是一天一年 三年五年可以看到成果 你是要一贯性 新加坡几年了 台湾的这个政策执行了几年 才有今天成果 那如果在一个政治高度 不稳定的情况下 那政府忙的 其实不是在怎么发展经济 而忙着在意他们怎么去 振夺这个政权的时候 我对这个其实是悲观的 是 因为这个发展的眼光 是要放长远 而不是短期的 对吧 是的 美股崩盘论就好像狼来了 关于美股盘整和泡沫化 这些末日言论 自去年初开始 便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但始终只闻楼梯响 美股依旧红红活活屡创新高 那么随着美联储主席鲍尔表明 会开始缩减购债 这会否重演2013年的缩减恐慌 美股接下来会继续朝牛市的方向前进 还是随时陷入盘整 下个星期五同一时间进行留守财经十四行 我们有独立市场研究机构 Traden Analytics的创办人林子正 做客财经十四行 跟大家跟进股市的最新动态 尽管美股崩盘论不绝于耳 但市场依然牛气冲天 美联储已表明随时缩减购债 2013年缩减恐慌一幕 会否重现 股民又该如何应对 美股还能牛多久 大马股市会否受到影响 更多详情锁定这个星期五的 财经十四行紧贴市场最新走势 好的 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 当然这里要再次感谢 那位潘建成 为我们剖析半导体领域的 前景和挑战 那么这里当然也要感谢 观众朋友对财经十四行的支持 大家晚安 我是黄景荣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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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